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敲门,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距离高考志愿填报结束还有一个小时,我为了心安,再次登上了网站,却发现我的第一志愿变成了某某职业学院。 我吓得发抖,连忙改回了我本来的志愿。等我冷静下来,才想起,那个职业学院不是我男朋友成续报的学校吗?而且我的密码他也知道,一想到这儿,我气得发抖。当的我知道他的分数只能上个专科时候,还买礼物安慰他,他就是这么报答我的。 我表面装作对此毫不知情,却在暗地里试探他。第二天,他找我出去约会。我不舍得叹口气,承煦,我真舍不得你,以后我们就不再一个省了,我想你了怎么办? 他却一改往日地垂头丧气,笑眯眯地对我说,没事,想我了我就去找你。 这不对劲,承煦一直有很强的占有欲,之前他还一直担心,我去了新学校和别的男生在一起,现在却没有了丝毫担忧。我心里冷笑,果然是你。 我和承煦在一起是个意外,我玩大冒险书了,同学让我在隔壁班找一个男生表白。我谁也不认识,就找了一个还算看得顺眼的。谁知他却一口答应了。 我在周围同学的起哄声中,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和他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才知道,他是个学渣,于是我担负起了每日给他补课的重任。谁知他却兴致缺缺,还说家里有钱,不用这么努力学习。 我也就由着他了,毕竟不是我的人生,我也无权干涉。考试分数下来之后,他考了三百多分,我考了六百五。 我在兴致勃勃地选志愿,他却在一旁阴阳怪气,你这么积极该不会想去学校认识新的男生吧。 我只当他心情不好,没放在心上,谁知却被改了志愿。 他还真是好大的脸。 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我也没和他挑明,只是安安静静地等我的志愿书。 一个多月后,程旭激动地给我打电话,我们终于能上同一所大学了。 我看着手李海大的录取通知书,淡淡一笑,谁要和你上同一所大学? 我要去的是海大,说完,便挂了电话。 至于程序什么的,就让他成为我微不足道的一个污点吧。 可他却不依不饶,各种电话短信骚扰我,拉黑一个电话号码,还要换另一个号码。 我忍无可忍,把海大的录取通知书给他发了过去。 睁大你的狗眼,我要去的是海大,不是职业学院。 然后熟练地拉黑删除。 说来也巧,高中同学聚会,大家开心地分享自己上了哪个大学。 我却见到了程旭,他们班也在这个饭店吃饭。 我上卫生间的功夫,他堵住了我。 他脸色阴沉,恨不得手撕了我。 我明明改了你的志愿,为什么你还是去了海大? 我冷眼看他,改志愿是犯法的。 而且,我凭什么要陪你去三流学校? 是你跟我表白的,你招惹了我,就不能妄想,全身而退。 他捏着我的胳膊,我疼得皱起了眉头。 我开口道,可是是你设计让我和你表白的, 那次的大冒险是你一手操纵的。 我现在无比后悔的就是玩了那个游戏。 我在自习时候,被人拉着玩真心话大冒险, 看他们玩了几轮,最过分的大冒险也是去楼下捡个垃圾。 而到了我这儿,却是表白。 我本来不想答应,但却被说没有游戏精神,一堆人指责我,迫于无奈,我同意了。 去隔壁班的时候,第一排坐的就是他,我顺势表白,他顺势同意,然后在启哄声中,我们在一起了。 他听到我的话,并没有意外我已经知道了,而是继续说,你个贱人,你是不是腻了我了,要去勾引其他男人,我告诉你,想都不要想,你这辈子都得和我绑在一起。 我当机立断,腿往上一勾,他就倒在了地上,捂着裤裆。 我拿起手机,播放着刚刚的录音。 程旭,同学一场,我给你这个面子,你若是再赶来骚扰我,这段录音就会出现在警局。 我无视他躺在地上痛苦的神情,跨过他走了出去。 出门时候还碰到了程旭的狐朋狗友,他倒是有眼力尽,默默退后了两步。 我冷笑一声,他就是当初提出让我表白的人,现在倒怕了。 回去吃饭的包间,老师再度夸起了我,说本以为谈恋爱会让我的成绩下滑,想不到完全没有影响。 我对老师和同学们说,多谢大家关系,不过我与程旭已经分手了。 老师高兴地拍了一下大腿,分得好啊,你现在刚刚高中毕业,未来还很长,你会遇到更珍惜你的人的。 但班上的部分女同学却起了心思,程旭长得人母狗样,家事还不错,听说家里有五六套房,要是和她在一起,以后也算是小有资产。 据我所知,班上的李燕就暗戳戳地喜欢程旭。 我特意透露出来我们分手的消息,也是为了有人能够纠缠程旭,让她别缠着我,希望她不要让我失望。 谁知我还没有等到她的消息,却收到了程旭她妈打的电话。 她把我约到了一个咖啡厅内,她打扮得珠光宝气的模样,旁边还坐着程旭。 见到我来,先是装模作样地问候了一番,然后话锋一转。 听叙叙说你考上了海大。 我点点头,拿起咖啡喝了一口,则,真苦。 女孩子,以后终归是要嫁人的,考什么大学其实没必要,你说是不是。 我不赞同地说道,阿姨,我妈妈从小告诉我女孩子要自立自强, 女孩子就算不嫁人,也能活出自己的人生。 她被我的言语震惊到了,没了半课,接着劝我,阿姨也不是非要你现在给我个结果, 叙叙说她还喜欢你,所以阿姨再给你三天时间, 你若是同意和叙叙去职业学院,阿姨把市中心的那套房子送给你。 程旭瞪大了双眼,对我说,差不多就行了,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冷哼一声,阿姨,我敬重你才叫你一声阿姨, 你可知道程旭篡改了我的志愿,是犯法的, 如果我把这件事捅出去了,捅出去也无妨。 她自信开口,我弟弟是警察局的。 孩子,听我一句劝,你还年轻,不知道权力和财富在这个世界有多重要。 我感觉好笑,现在是法治社会,她真以为家里有个警察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她开始给我讲起了道理,我正想料摊子不干, 却被一声刺耳的声音搅乱了思绪。 陆简易你长本事了,竟敢背着我见家长了。 我一愣,僵硬地回头,来人可不就是我高考完第二天, 就和我爸出去度蜜月的娘吗? 她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妈丝毫不见外地坐了下来,把我面前的咖啡一饮而尽。 程旭她妈不喜地看着我们,显然是觉得我妈的动作上不了台面。 陆简易妈妈吧,你来得正好, 我这次也是为了两个孩子的感情问题来的, 什么感情问题? 我妈丝毫不给面子,你那宝贝儿子我们可配不上, 一个三流学院的学生,我们家简易怎么能配得上呢? 我在心里默默给我母上大人竖起了大拇指。 陆简易,我们走。 我妈不管他们一瞬间黑了的神色, 拉起我就要走。 陆简易,程旭在身后唤我。 我顿住脚步,看了他们母子一眼。 阿姨,我和程旭已经分手了, 你叫他不要纠缠我了。 我出了咖啡馆,才发现我爸也在, 原来他们度蜜月回来, 恰好看到了咖啡馆的我。 这才进去把我拉了出来。 一路上,我低着头,任凭我妈数落我。 你说说你,谈恋爱也不挑着点, 选了一个这么不入流的。 妈妈怕你受刺激, 这才不阻止你谈恋爱, 可你这眼光也太, 说完叹了一口气, 此处无声声有声啊。 回到家, 我屁股还没坐热, 就被我妈赶着收拾东西。 妈,咱们要搬家? 对啊,你不是考上了海市吗? 我和你爸商量了一下, 干脆搬过去算了, 正好那边还有房子。 我震惊地开口, 咱家在海市有房, 那可是海市啊, 寸金寸土的地。 我妈见怪不怪低看了我一眼, 不光海市, 咱家在很多地方都有房, 我喜欢旅游, 你爸干脆在好多地方都买了房, 方便旅游时候住。 我双眼发光, 一把抱住了他, 妈, 你可真是我亲妈。 我搬到海市以后, 程序却没有因此收手, 还是遍着法地骚扰我, 不过我也学乖了, 陌生电话从来不接, 也免去了很多麻烦。 而且还有十几天就开学了, 以后我和他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就在这时, 我收到了一个好友申请, 李燕。 我出于看好戏的心态, 同意了他的好友申请, 谁知他上来就是一顿输出。 你到底给程序灌了什么迷糊汤, 他到现在都对你对你念念不忘。 你要是敢接他的电话, 你就死定了, 以后也不准你们见面。 莫名其妙, 我转手就拉黑了他。 就当我以为无所事事的时候, 高中班长却打来一个电话, 陆简一出事了。 听着他严肃的语气, 我顿感不妙。 果然, 他又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一张截图, 程序在朋友圈当众晒出了我的贴身衣物, 还细致地描述了我身上有几颗质, 以及各种不齿的话。 可是我同他连最亲近的拉手都没有, 他说的这些话怎么可能是真的。 但是其他人可不管这些, 现在高中开放, 出去偷偷住酒店的情侣数不胜数, 但是大家都不会拿到明面上说。 现在程序如此下流的做法, 恐怕谣言早就满天飞了。 我想报警, 却又不想就这么放过他。 于是我拉上我身材高大的表哥, 又回了从小生活的地方, 又和程序说我要和他谈谈, 约在了一个饭店。 饭桌上他倒是侃侃而谈, 看我的眼神也带着万般的不屑。 现在知道我的好了。 也不算晚, 只要你和我睡一觉, 我就把朋友圈的东西删了怎么样。 我不言语, 也没有反对。 他健壮, 欲发放肆。 要我说, 你们女人生来就是伺候男人的, 我赶你志愿也是为了你以后在学校照顾我, 这一举两得的事情, 多好。 不过你要是现在后悔也不晚, 我家里给你走个后门, 你还是能和我去一个学校的。 他说了许多, 我心里恶心, 却没有多说。 吃完饭, 我才开口。 程序, 今晚去我家吧。 他眼睛一亮, 摸了摸我的手背, 我也是没想到你这么上岛。 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跟着我回了我家, 进了家门后, 我把房门一反锁。 陆简一, 我缠你身子可是缠好久了, 就在这时, 我卧室门开了, 程序目瞪口呆地看着出来的那人, 身高一米九, 体重二百斤, 我估计一屁股下去就能把程序压扁。 程序却怒气冲冲, 你个贱人, 家里藏野男人了。 我笑嘻嘻地朝表哥说道, 表哥, 下手轻扁, 可别留下把柄。 表哥从小疼我, 听到我说程序怎么对我, 早就对他不满了, 当下一拳一脚打了上去, 甚至为了不让他发出声音, 还脱了臭袜子在他嘴里。 一时间, 只能听到拳打脚踢的声音 和程序痛苦的呜呜声。 而我则是拿起了程序的手机, 打开了他的朋友圈, 把有关我的消息删除了以后, 又发了一条, 是我对不起陆简一, 之前的事都是我杜撰的, 还望他大人有大量, 能原谅我。 我错了, 我对不起陆简一, 那一是网上买的, 和陆简一没有任何关系。 连发了三条, 刚发的下一秒, 就收到了曲静的消息。 你号被盗了, 曲静就是大冒险让我表白的男生。 我打开对话框, 里面程序详细地给他发了, 在拿买的穿过的那衣裤, 要如何诬蔑我。 我反手截图, 把对话都发在了朋友圈, 为了解气, 我连他们班级群都给发了一遍。 就在我准备退出微信的时候, 却收到了一条消息。 怎么样儿子, 睡了没有? 被注是一个妈? 我心下危震, 打开了对话框。 前一条赫然就是他给他妈发的消息。 妈你放心, 我把他身子要了, 以后他就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 我气得颤抖, 摔了他的手机。 程序, 你可真是个人渣, 你和你妈就是天生的坏种。 我气不过, 过去踩了他一脚, 又把他趴着的身子翻过来, 扇了几个耳光。 我表哥健壮, 又给他来了几脚。 等到夜深人静, 程序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保证, 今日的事情不会说出去, 我们才放过了他。 我决定在这里再留两日, 同我闺蜜再玩上两天, 毕竟以后不在一个大学, 想见面就难了。 表哥也怕程序再骚扰我, 自告奋勇地留下了。 天天李燕这个不要脸地来骚扰我。 一大早敲门, 陆简易我知道你在家, 快开门。 你不开门, 我就报警了, 说你殴打程序。 原来程序昨晚没赶回家, 而是出去开了个房, 把李燕叫去了。 所以李燕这是一大早找我报仇来了。 我还未起床, 就听见门被打开, 你在那我把你打成残废。 我三下午除二地穿好衣服, 出去客厅发现李燕乖乖在沙发坐着, 一动也不敢动, 而我表哥在一旁盯着他。 我好笑得挑挑眉, 就这点能耐, 还敢来找我麻烦。 李燕看到我, 那双眼仿佛要冒火, 但也不敢多说什么。 我问他, 你和程序在一起了? 他抿了抿嘴, 关你屁事。 后面还想说什么, 在我表哥的眼神中停住了。 我好心提醒你, 程序不是什么好人, 你需要钱的画上了大学, 可以去兼职, 没必要和他混在一起。 他像看白痴一样, 看着我, 得意地说, 我自己工作几辈子才能买到房。 如果我和他在一起, 他妈妈承诺给我一套房。 我摇摇头, 我严禁于此, 他怎么做就不关我的事了。 我没了兴致, 表哥, 把他请出去吧。 我兴致缺缺地要回房间, 李燕不知哪来的勇气, 朝我喊了一声, 程序以后一定会和我结婚, 我一定会让他忘了你的。 就, 很莫名其妙。 可能是我把程序的聊天记录, 发在群里让大家太过震惊, 我竟然收到了趋静的电话。 他向我道歉, 说不该给我下套, 希望我大人不计, 小人过原谅他。 我也没有为难他, 让他发朋友圈道歉, 这是就算过去了。 此事过去, 我以为从此和他们就会再无瓜葛, 却没成想低估了他们的不要脸程度。 我正和闺蜜在逛商场, 迎面走上来一个女人, 赫然就是承煦他妈。 穿得珠光宝气, 一出口却满是低俗下三滥的话语。 陆简依你个臭婊子, 我儿子看上你是你的福气, 你竟然敢使不入流的手段, 我今天不撕了, 你我就不姓刘。 商场围观过来许多人, 我婊哥一手就拦住了他, 闺蜜也开口骂道, 我呸, 就你那儿子歪瓜裂枣的模样, 像狗皮膏药一样缠着简衣, 你还有脸了。 承煦他妈气得鼻子都歪了, 你住嘴, 是陆简依不知羞耻勾引我儿子, 他水性洋花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他就该死。 你还好意思说, 不知道是谁的儿子前几日出去嫖娼, 还被警察给抓了, 还有脸在这骂人, 真是不要脸。 我揪了揪闺蜜的衣裳, 骂人是小, 可别把他气坏了。 我往前迈了一步, 刘女士, 我报警了。 众人一看这架势, 当然知道是谁不在理, 当下一言一语地骂起了他。 这么大人了, 还污蔑一个小姑娘, 真是不闲躁。 就是, 她儿子都嫖娼了,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我看就是怕儿子以后娶不上媳妇, 想把这小姑娘绑在他们家。 承煦她妈一听周围的话, 气更是不打一处来, 当下朝着人群骂道, 你们懂什么? 她一副狐媚子的模样,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不知道怎么魅惑的我儿子, 偏偏我儿子看上了她。 人群中有暴脾气的人, 听到她说的话, 顿时开展了对骂。 直到警察来了, 才迫不得已停了下来。 警察了解了情况之后, 当场给我们调解。 但承煦她妈怎么可能一, 又破口大骂, 亏你还是个警察呢, 怎么好歹不分, 明明是他们的错, 怎么能怪到我头上。 你们这儿叫刘志伟的警察呢, 我要和她谈。 说吧, 不管不顾打起了电话, 志伟啊, 我在商场这边出了点事, 你快来, 不然我就被别人欺负死了。 挂了电话, 还一脸高傲地看着我们。 我看到为首的警察, 倒是眼底生出了趣味, 也不阻止他, 我当下便觉得有好戏看了。 不一会, 叫刘志伟的警察就来了。 他一眼就看到了承煦她妈, 姐, 你怎么样, 谁欺负你了, 我给你报仇。 他趾高气昂地抬抬下巴, 看了我一眼, 就是他们。 哦, 对了, 还有那边的两个警察, 竟然要我跟这个婊子道歉, 你管管他们。 刘志伟这才看到了一旁, 还有两个警察, 只不过, 这一看, 他就冷汗直流, 战战兢兢地过去喊了一声队长。 承煦他妈搞不清楚状况, 什么队长, 你快把那个婊子抓进监狱。 闭嘴。 刘志伟呵斥了一声, 又朝为首的警察说, 队长对不起, 我不该私离岗位。 那警察冷哼一声, 看了周围围着的一圈人, 大概觉得事情影响太大, 对我说, 方便到警局谈谈吗? 我点点头, 承煦他妈一脸心不甘情不愿地去了警局, 路上还给程旭打了个电话告状, 话里话外都是我多么不要脸。 去了警局, 经过刘志伟一番好说歹说, 他才给我道了歉。 就在这时, 我开口了, 警官, 我要举报程旭, 他篡改我高考志愿。 这可是关乎一辈子的事情, 警官凝重地对我说, 你说的可是真的。 有证据吗? 我点点头, 播放了录音。 录音放完, 承煦他妈见情况不对, 开始了撒泼打滚。 各位警官, 他在骗你们, 他明明收到了海大的录取通知书, 他就是见不得我儿子好。 恰巧, 承煦来了。 我指着他, 就是他, 篡改了我的志愿。 承煦呀承煦, 有胆子做, 就要有胆子承认。 不过, 奇葩我见多了, 像承煦这样的, 还真是不多见。 这不怪我, 是他把密码告诉我的, 这摆明了, 就是让我给他改志愿。 我气不打一处来, 你放屁, 明明是你偷偷看到我输入密码了, 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 承煦他妈也张口破骂我, 被警察阻止了。 这时承煦又开口, 你们要抓的话抓我妈吧, 是他让我改的, 和我没有关系。 他妈愣了一瞬, 撒泼打滚, 对就是我说的, 我那死了的丈夫托梦说, 我儿子上了大学会受欺负, 这才需要有个人照顾他。 陆简一是我儿子的女朋友, 照顾他天经地义, 他就是欺负我没了老公, 承煦没了爸爸, 够了。 警察忍无可忍, 呵斥道, 这是事关重大, 要慢慢调查清楚。 最终, 程旭因篡改他人志愿未遂, 被判了一年有期徒刑。 而那个叫赵志伟的警察, 也给了处分, 以及停职观察。 上了大学的这一年, 我过得可是顺风顺水, 除了李燕时不时地在我眼前碍眼。 说曹操曹操就道, 我在餐厅吃饭的功夫, 他又来了, 一来便炫耀着脖子上的大金链, 哎, 我说不要, 可阿姨非得给我买, 我怎么都拒绝不了。 李燕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一年已经到了, 程旭马上就出狱了, 等我们结婚时会给你发请帖的。 我整个过程一言不发, 社友们也见怪不怪, 因为他们早就知道 我谈过一个奇葩男朋友, 而且被我亲手送进监狱了。 李燕炫耀够了就走了, 他学校和我在一个市, 离得并不远, 只不过是个野鸡学校。 程旭妈妈曾许诺他, 要是愿意等程旭出狱, 以后定会让他们结婚, 不光如此, 等他们结婚, 还会给他们分三套房, 以及单独给李燕一百万。 李燕从小穷怕了, 有这么一棵摇钱树, 当然要傍上。 不过时间过得真快, 程旭当年被判入狱一年, 现在已经到时间要出狱了。 只要他们别再来骚扰我, 一切都好说。 一个月后, 我从校图书馆出来, 一眼就看到了外面站着的李燕, 不过他的目光, 却直直地看向我身后。 我吃笑, 这是怡情别恋了。 我身后的人是学生会主席, 长得确实一表人才, 已经追了我好久了, 这次倒是巧, 被李燕碰到了。 我好笑地对他说, 学长, 你的桃花来了。 他不解得拧眉, 我抬抬下巴。 果不其然, 李燕扭捏着走来, 小哥哥, 方便加个微信吗? 我促暇地看着他们, 却听到了程旭的声音。 你个贱人, 竟敢背着我出轨。 我回头, 程旭坐牢一年, 怎么没有丝毫长进, 不过神色倒是狠利了不少。 李燕错愕着开口, 你, 你不是明天才出狱吗? 程旭没跟他解释, 一巴掌上去, 李燕唇边渗出了丝丝血迹。 贱人, 我叫你勾引男人。 李燕这下是真怕了, 委屈着求饶, 我再也不敢了, 你放过我。 程旭才不管不顾, 一巴掌接着一巴掌, 甚至还动起了脚。 贱人, 贱人, 我拉着学长走了, 走吧, 没什么好看的。 这场闹剧, 最终在学校保安的威慑下被制止, 因为不是本校的学生, 只能把他们请出学校, 没有其他办法。 而我脑海里, 时不时会想起, 程旭打李燕时候, 看向我的那一眼, 有怨恨, 甚至还有杀意。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我那天之后, 从不独自出门。 吃饭一直是一个宿舍的人一起, 去图书馆, 则是和学长一起。 他总是能莫名其妙地知道, 我什么时候去图书馆, 然后在楼下等着我。 久而久之, 我也就习惯了。 国庆放假期间, 高中闺蜜来找我, 我们准备一起出去旅游, 这是一早就商量好的。 我把程旭的事说给他听, 他想了想, 把我表哥也叫上了。 两人行变成了三人行。 我也算做了件好事, 表哥和闺蜜半年前在一起了, 这也多亏我介绍他们认识。 表哥说, 他是被闺蜜那一口骂人的话给吸引到了, 他还没见过有哪个女人像她一样生亡。 我们去的都是闹事, 我也让我心安了一点, 就算程旭真的要报复我, 这也无从下手。 不过, 我还是大意了, 我忽略了亡命之辈要害一个人的决心。 我是在警区被明晃晃地掳走的。 警区厕所, 李燕一早就在那里等着我, 一棍子下去,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次醒来, 被绑在了一个房里, 凳子上坐着程旭, 手中把玩着一把小刀, 而李燕则是在给他捶腿。 醒了。 程旭冷笑一声, 可算把你这个贱货绑来了, 还真是费了我好大的力气。 我不动声色地环顾四周, 这是个像酒店一样的房间, 窗帘紧闭, 并不确定这在哪里, 而且我的手机也不知道在哪儿, 我手机上装了定位, 若是不在就麻烦了。 程旭拿小刀抬起了我的下巴, 一年不见, 你还是这么让我着迷。 我吻了吻心神, 程旭, 你不要执法犯法, 你若是再次犯罪, 就不是关一年监狱这么简单了。 他一把拽住我的衣领, 掐着我脖子, 漆黑的眼底满是疯狂, 我的人生已经毁了, 要是能把你拉下水, 我就算死也是值得的。 窒息感迎面而来, 我艰难地呼吸, 就在我觉得我要命丧于此的时候, 他猛地甩开了我。 我还没完够, 怎么舍得让你死? 疯了, 他是真疯了。 李燕, 把东西都打开。 我艰难地抬头, 这才发现屋子里有很多摄像仪器, 他这是要彻底毁了我。 你不是很骄傲吗? 你说我要是把你在我身下, 搔手弄姿的视频发出去, 其他人会怎么看你? 对了, 上次李燕勾引的那个男人, 好像在追你吧, 我到时候一定请他好好欣赏, 欣赏你的大作。 他说着, 还脱了外套朝我走来。 我心里害怕, 慢慢退缩着, 他也不着急, 慢慢向我依赖, 大概在欣赏我害怕的神色。 我余光瞧见了李燕颤抖的双手, 当下大喊, 李燕, 你确定要见死不救吗? 今天我出了事, 你就是帮凶, 你这辈子就完了, 你还年轻, 还有选择的机会。 李燕并不言语, 只是害怕地看了一眼程序。 我觉得有戏, 又接着喊, 你别为了一个男人毁了你一辈子, 你想想你的家人, 你出了事, 他们怎么办? 承煦吃笑一声, 别白费力气了, 李燕是不会背叛我的。 李燕你说是不是? 嗯。 李燕微不可查地抖了一下, 然后抛下去, 我出去等你, 便飞快地出去, 把门给关上了。 我心下一沉, 李燕是彻底靠不上了。 而程序此刻也把玩起了我的头发。 嗯, 真香, 就是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是这么香。 我神色未变, 但只有我知道, 我身后的双手已经抖得不成样子了。 就在他的手摸上我衣领那一刹那, 我风驰电掣地拿小刀划了他两下。 他吃痛地呼了一声, 看到了我手上的小刀, 当下一巴掌向我扇了过来, 我眼冒金星, 喉咙上冲上来一股热血。 你个贱人, 还留着这么一手。 我握紧了手中的小刀, 你别过来, 你要是今天放我回去, 我当什么事也没发生。 他很笑一声, 还不畏惧我手上的小刀, 一把擒住了我的手腕, 夺走了小刀。 以前倒是没发现, 你是个烈性子, 我还没玩过你这种女人呢, 肯定滋味很好。 你给我滚, 我要敢碰我一下, 我定让你下辈子在监狱里度过。 程旭冷吃一生, 丝毫不把我的话放在心里。 陆简一, 你看我敢不敢。 就在这时, 门忽然被撞开, 表哥领着一对警察来了。 我松了口气, 还好赶上了。 我手上的镯子是学长给我的, 有一个小机关, 打开就有一个小刀, 从我醒来, 我就暗暗地搁着绳子。 我的镯子里面还装了一个定位, 所以表哥才能找到我。 表哥一脸心酸, 对不起, 我们来迟了, 实在是这狗贼开了信号屏蔽, 信号太弱了。 闺蜜心疼地抱着我, 都怪我, 没陪你去厕所。 我抱抱他, 这是总算过去了。 我把脖子上的掐痕录给警察, 告诉他们, 承煦想要杀我。 强奸罪与故意伤害罪, 那可不是一般的罪行了。 历经整整两个月, 这件事才完美落幕, 承煦被判了二十年。 事情这么顺利, 还得感谢李燕, 他当众承认, 承煦想杀我。 或许是他也忍受不了承煦了, 所以宁愿自毁, 也要把承煦送进监狱。 李燕作为从犯, 但念其主动认罪, 被判了三年。 临走时他还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 没有了往日的嚣张跋扈, 只有平静与心安。 可我却露了一人, 承煦的妈妈。 承煦爸爸当年意外死亡, 留下很多财产, 这些年承煦妈妈 一直肆意挥霍。 仗着有钱, 也把程序交成了 如今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他一直不服, 还在宣判时当众袭警, 但是警察没和他多计较, 于是他惦记上了我。 因为他多次在校园里闹, 所以被保安阻止不让进校园。 但是他依旧不依不饶, 每天在校门口破口大骂。 时间久了, 很多不认识的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甚至还有人对我指指点点。 我知道这不是个办法, 于是我换了学长做一场戏。 一天晚上, 我挽着学长的胳膊, 大摇大摆从他眼前走过, 静止走向一个小巷子。 承煦他妈在身后跟着我们。 我故意耻笑他, 学长, 你看到后面这个乞丐了吗? 我把他儿子送进了监狱, 他还天天来找我,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有什么怪体, 暗恋我呢? 学长胳膊一僵, 但还是接住了我说的话, 他没这个福气。 我笑笑, 要我是他, 还不如死了算了, 丈夫死了, 儿子也进监狱了, 等他儿子出来, 可能他早就生活不能自理了, 到时候, 他儿子肯定恨不得他早点死去, 你说是不是? 嗯, 你说的有道理, 死了就一了百了了。 我加了一把火, 算了不管他了, 他一个废物, 连给儿子报仇都做不了, 真不知道有什么脸活着。 啊, 你个贱骨头, 我杀了你。 承煦妈妈容色扭曲地朝我扑来, 我勾唇一笑, 学长报警, 其实他早就有报仇的打算, 有一天中午, 在阳光的反射下, 我看到了他怀里的匕首, 只不过他迟迟不动手, 倒让我失了耐心, 于是我给他加了这把火, 把他送进监狱, 才算真正的一了百了。 我和学长说, 我可真是心地善良, 怕承煦一个人在监狱孤单, 还特意让他妈进去陪他。 为了逼真, 我胳膊还故意让他划了一下。 来的警察是承煦妈妈上次打的那个警察, 本来就对他印象不好, 现在听到他想杀我, 一点好脸色都没有, 面色阴沉地把他拉回了警局。 一切尘埃落定后, 学长终于光明正大地握紧我的手, 你好, 女朋友。 我回他一笑, 你好, 男朋友。 我一直觉得自己经历过一个奇葩, 不会再喜欢人了, 直到学长一而再再而三地偶遇我, 每次还恰巧带了一些好吃的。 让我真正动心的时刻, 是我被绑之后, 他连夜去找我, 胡子拉他, 眼角腥红, 害怕得哆嗦的模样。 那个时候, 我就认定就是他了。 不过我因为心里惦记着承煦妈妈, 所以一直没和他在一起。 所以他和我演了一场戏, 彻底解决了他。 从此以后,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了。 而我也一定会在阳光下, 幸福地生活着。 大家好, 欢迎来到幸福敲门,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陪男友去我家子公司实习, 女上司在我头上疯狂作妖, 男友不知情, 还劝我听女上司的话, 她是董事长女儿, 你对上她没好处的。 你不要意气用事, 不然我可能要重新考虑 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结果没多久, 我就撞见她和女上司在办公室私混, 你女朋友厉害, 还是我厉害? 当然是迎接你厉害了, 我那个女朋友, 我连碰都不想碰。 我偷偷录下视频, 心中冷笑, 说什么我配不上你, 原来是看上人家的背景了呀。 招聘大会上, 和男友周文一起投简历, 没想到最后拿到了我家子公司的offer。 我拒绝了我爸给我在总公司安排工作的提议, 偷偷跟着男友去了子公司。 一是我想谈个简单的恋爱, 二是我也想靠自己的实力得到公司的认可。 实习第一天, 女上司张颖给我们训话, 若没有像驴拉末一样的干劲, 还要计较什么九九六的时间, 我劝你们趁早离开中心, 不用说, 恐怕你以后也不会有什么作为。 我不管你们来自哪个学校, 想留在我们中心, 你们要做的除了听话只有服从, 明白了吗? 张颖一身黑西装, 高傲地站在台上, 看起来一副妥妥的精英模样。 这话一出口, 底下顿时响起不少明白了的复合声。 我却听得暗中皱眉, 我记得我家公司的企业文化没到这种程度吧? 还有, 什么听话和服从? 我们是实习生, 又不是谦的卖身器。 正暗中复匪, 于光帖见张颖走下台, 停在了我身侧。 你是有什么不满吗? 我心头一跳, 险些以为她会读心术。 你刚刚一言不发, 是对我的话有要补充的吗? 得, 感情是刚才没做反应, 被拎出来做典型了。 我假笑着摇了摇头, 上班第一天, 我还是别多事得好。 张颖在手中的文件里翻了翻, 扯出我的身份, 信息表看了看, 轻笑了一声, 高材声势吧, 难怪这么傲呢。 说完, 她蹬着高跟鞋重新走上台, 底下不少人向我投来视线。 我不甚在意, 只是没想到, 很快就被穿了小鞋, 一个小组的, 偏偏我的工作比别人多了一倍不止。 不就是训话时没热情回应她吗? 这心眼着实太小了。 我还没去找张颖理论, 周文仙将我拉去了楼梯间, 劝我道, 算了, 这些工作今天做完就是了, 明天好言好语说两句, 张颖就不会再针对你了。 我皱眉, 我今天什么都没做, 哪里就得罪她了? 周文朝身后瞟了一眼, 低声道, 林言, 听我的, 据说张颖在公司是有背景的, 你和她对上, 实在不明智。 现在对我们来说, 能过实习期才是最重要的, 其他忍忍就过了。 我复杂地看了周文一眼, 虽然我心里并不赞同什么忍忍就过了的说法, 但还是点了点头。 工作第一天, 还是低调的好。 周文似是松了口气, 下班时间, 我手上还有几份文件带处理, 我本打算明天接着处理, 结果张颖从办公室走了出来。 现在是实习期, 你们的工作完成度会影响你们的实习成绩, 今天工作没完成的, 我还是奉劝一句, 加班处理完吧。 这话显得她似乎格外体贴人, 可不就是用实习成绩调着我们做事吗? 不少人一听, 立马做了下去。 周文似是打算走过来帮我, 结果被张颖点了名字, 让他们这些完成工作的一起下班, 顺便聊聊情况。 周文只好看了看我就跟着走出去了。 等人都走完了, 我扫了一圈办公室, 才发现这些人, 似乎都是今天开会训话时没怎么做反应的人。 本着留下来也算能多熟悉下自家公司的业务, 我没做什么反应, 也跟着坐下继续加班。 手头上的事完成得差不多了, 就有人在实习生思聊群里发起消息来。 快看, 大新闻。 难怪张颖在公司这么傲气, 原来她是个白富美呀, 看看她的朋友圈, 真是买不起的别墅豪车呀。 说着, 还放了好些从张颖朋友圈搬运过来的照片。 我随意瞥了一眼, 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放大照片一看, 立马明白问题出在了哪里。 我去, 这不是我家别墅吗? 还有这骚包的粉色法拉利, 不就是我爸上个月为庆祝我毕业, 刚给我买的车吗? 放在车库还没开过呢? 怎么成了张颖的了? 我立马将图片转发给我爸。 我爸很快回复了我, 闺女, 怎么了? 这不是你刘叔的女儿吗? 你发他照片给我干什么? 刘叔, 这不是我家管家吗? 我打字道, 刘叔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女儿了? 哎, 你刘叔再婚了, 是他的妓女。 上个月, 你刘叔带他来过家里, 求着介绍一个工作, 我让助理安排到子公司去了。 难怪了, 我就说怎么没见过。 这下, 就说得通为何张颖在子公司, 看起来这么耀武扬威了。 我爸安排时, 估计是让助理插手后, 便没怎么管了, 结果子公司的人因为我爸的面子, 对张颖定是多有照顾。 再加上张颖拿着去我家时 拍的几张照片, 一个豪门千金的人设就立起来了, 背景也被传得神秘莫测, 公司下面的人也就更加不敢惹他了。 拿着鸡毛当令箭啊, 我吃笑一声, 继续看手机, 才发现我爸又给我发了几条消息。 怎么了, 闺女, 你是回来碰上了吗? 你回家了? 我就说嘛, 你一个人去找工作, 还不如回家来帮爸爸。 你等着, 爸爸和妈妈这就推了和你马叔叔的饭局回来。 我忍不住扶娥笑了笑, 把你继续忙吧, 我没回来, 就是碰上了觉得图片背景眼熟, 问了两句, 我还忙着找工作呢, 等我挣钱了, 给你惊喜啊, 摸摸大晚安。 好不容易把我爸给安抚下来, 又哄着我妈说了两句话, 就见实习私聊群的信息已经堆得很高了, 基本上都是在猜测张营的背景。 观上群消息, 我点开周文的头像, 我主动发了一个泪兮兮的表情, 等了好一会, 周文并没有回我。 等我回家收拾完准备休息了, 周文的信息才回了过来, 只有一个简单的安抚表情包。 第二天上班, 张营一进电梯, 就开始同身边的同事高谈阔论。 昨天去金云楼吃饭, 说实话, 晚宴的甜点还不错, 可惜我为了减肥都没怎么吃。 他身旁的同事立马惊呼, 金云楼, 听说一般只有地产大亨马老板的熟人, 才能在金云楼设宴, 昨天没听说其他老板设宴的新闻, 难道是马老板的晚宴? 张营抚了抚并角的头发? 嗯,是啊, 除了他还有谁? 哇, 营姐, 拍了照片吗? 快给我看看马老板的真容。 张营推散了两下, 才故作推脱不了地翻出手机。 他拿着手机的时候, 特意立起来了一些, 我站在后面, 刚好能看清上面的我爸妈和马叔的合照。 有同事也认了出来, 这不是董事长和董事长夫人吗? 营姐, 你和他们一起去参加宴会了, 难道你, 同事还没说完, 张营立马拦住了对方, 嘘, 低调一点了, 我暂时还不想别人知道我的身份了。 我忍不住恶心了一下, 不想让人知道, 还在电梯里说, 你说的不想知道, 怕只有拿着大喇叭宣传才算吧。 不过, 这个照片的视角, 应该刘叔拍的吧, 毕竟他常常会开车, 送我爸妈去参加一些朋友的晚宴。 倒是没想到, 刘叔在我家干了这么多年, 还会做出偷拍这样的事来。 我不信他不知道张营的打算, 可他还是拍了。 我暗暗叹了口气, 赵丽是忙碌的一天。 今天张营又坐腰了几次, 有实习生在茶水间趁着接水的功夫聊了会天, 被他骂偷懒, 有实习生去了趟厕所回来撞见他, 被他点名质问为什么去了这么久, 每个被他挑出问题骂的实习生, 都忍气吞声一言不发。 我静静看着这一切, 很快,他又坐腰到我的头上。 当时快下班了, 我本打算约周文去吃个大餐放松一下, 结果张营蹬着高跟鞋走了过来, 拎起一份文件一把摔在我面前。 这就是你这个名牌大学生的实力。 做得这么差, 你究竟是怎么毕业的? 办公室不小, 张营的声音却分外尖锐, 不少收拾东西的同事都不约而同尽了声。 我拿包的动作一停, 低头看了看, 认出是我昨天处理的文件。 在我们忠心做事, 我劝你们还是放下自己在学校那一套, 不管你是哪个学校的, 在这里, 你不努力什么用都没有。 你重新把这个文件做一遍, 做好了, 我可以不给你扣分, 现在赶快处理吧。 他傲慢地朝办公室扫尸了一圈, 又重新看向我, 眼里满是轻蔑。 看着张营这趾高气昂的模样, 我没忍住笑了。 昨天晚上, 我特意了解了下张营的资料, 她没读大学, 之前也是在一个小公司上班, 结果因为和同事处不好关系, 辞职后一直待在家里, 直到通过留书找到了我爸。 来到子公司后, 她一枚实力二枚能力, 纯粹是因为模糊不清的背景, 才坐到了管理层的位置。 做了也就算了, 如今还总想用强权来随意摆弄别人。 毕竟还是我家的子公司, 若是人才都被张营这般作妖给吓跑了, 以后谁还敢来我家公司啊? 我本打算给留书面子, 慢慢处理他, 现在看来不撕破脸是不行了。 我拎起桌上的包, 平静地看着他道, 不好意思张经理, 我不明白, 这又不是设计图, 只是一个小小的整理文件, 哪里就牵扯到能力了。 你要是说公司给的数据出了问题, 那我可能就登记错了, 那这就更不归我管了。 我建议你还是找上级部门核实一下吧, 我就先不打扰你了。 我礼貌一笑, 抬脚就朝外走去, 没走两步, 背后传来一阵响声, 我回身一看, 见方才的文件散落了一地。 你这什么态度? 张营气炸了, 估计来公司后也没人这么对过他, 直接撕破脸不顾形象地骂起我来。 自己能力太差, 还敢推卸责任。 林妍, 你究竟想不想再忠心干了? 张营声音尖利得吓人, 整个办公室除了她的声音没有一点动静。 我无所谓地笑了笑, 好啊, 那你开除我呀, 要是张经理你有这个能力的话。 说完, 也不再管张营在身后叫嚷着什么, 静止走出了办公室。 回家后, 张营又在工作群骂了我很多消息, 我直接看都没看就屏蔽了。 周文也给我发了好多条消息, 林妍, 你今天真的太冲动了。 张营她是领导, 你是员工, 她说你你受着就是了, 你这么跟她作对, 先不说最后你能不能留下来, 就说你实习期顶撞领导这事, 若是被传出去, 其他公司还怎么会要你? 昨天群里的消息你也看到了吧, 张营可是董事长的女儿, 你顶撞了她, 你还怎么能通过实习期? 你赶紧找机会给张营道个歉吧, 比起前途, 这点委屈瘦了就瘦了, 乖, 听话。 你想想, 如果你通不过实习期, 以后你还能找到比中心更好的公司吗? 我看了许久, 发现周文一番话里, 全然是对我顶撞张营的指责, 完全没有在意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文件, 有没有被故意针对。 在她眼里, 似乎我做没做错事都不重要, 只要让张营满意, 怎样受委屈都可以。 我不由地想起和周文的初识, 那时我所在的文艺部和外联部, 因为场地问题起了纠纷, 周文作为学生会副主席来协商。 我们本以为, 外联部有校长家的侄子, 他定然会偏袒他们。 没想到, 他不仅轻松化解了两个部门人员的情绪, 还提出了一个对两个部门都有益的办法。 两个部门之间的冲突, 被他三言两语就化解了。 那个时候, 我突然就被这个冷静客观的人吸引了。 后来因为工作又接触了不少次, 我们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 可是, 在一起两年, 我竟想不起来, 他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变得这样圆滑了呢? 我心里有些证然, 但也能理解。 毕竟周文并不知道张营的身份, 而且对他来说, 我可能只是一个没有背景的小姑娘, 要想在职场立足, 的确不能这样意气用事。 于是我发了消息让他放心, 我心里有数。 周文很快回了个点头的表情, 又补充了一句, 林妍, 以后一定要注意轻重, 若你以后还是这么意气用事的话, 我可能要重新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我愣了愣, 你什么意思? 我只是觉得, 两个人若是差距太大, 感情就容易出问题。 你也不想我们之后变成那样, 是吧? 你的意思是说, 我若是不能留在忠心, 我就配不上你了。 他回了个位置可否的表情, 我被气笑了。 第二天, 我一到公司, 同事们都神色个异地看着我。 我很是平静地在我的公位坐下。 不一会, 张营也来了, 他远远地站定, 用要吃人的目光狠狠瞪着我。 我冲他露出标准的微笑, 眼瞅着他的脸更黑了, 我心情也更愉悦了。 昨天晚上, 张营在群里骂了我后, 又找到公司的管理层, 扬言要开除我, 结果被打了回来, 还让他不要将情绪带到工作中来。 他不仅没能开除我, 还被警告不要情绪化, 肯定欺诈了。 于是, 后面这几天, 张营将战火 主要集中在我的身上, 变本加厉地给我加工作, 想逼我主动辞职。 我当然不会让他如意了, 我做好实习生该做的工作后, 该下班就下班。 结果, 他还专门跑到电梯口来堵我, 按住电梯不让我下去, 别人都能加班, 就你不能。 林妍, 你一个实习生, 做点工作还得让人哄着你才行。 直到看我报了警, 他才黑着脸松了手, 你要滚就早点滚, 留在这里又不做事, 怎么会有你这么厚脸皮的人? 我懒得理他。 那天和周文产生分歧后, 他又私下找了我几次, 催促我去给张营认错。 结果见我和张营的矛盾越闹越大, 他也不怎么劝我了, 只是每次遇见, 他都目录失望地看着我摇头。 我本打算等我处理了张营, 再和他好好谈谈。 没想到我下班后, 重返公司取文件时, 意外撞见了他和张营 在办公室私混的场面。 即使隔着门缝, 我也能看到里面的战况有多激烈。 两人的声音也从门缝里飘了出来。 周文, 你女朋友厉害, 还是我厉害? 当然是迎姐你厉害了, 我那个女朋友, 我连碰都不想碰。 哼, 那你还整天同她眉来眼去的。 迎姐你可误会我了, 我那是在劝她跟你道歉, 我都是为了你啊。 这还差不多, 你继续这么懂事的话, 等我在子公司锻炼结束, 我就带你进总公司。 嗯嗯, 都听迎姐的。 我紧紧攥着拳头, 忍了好一会, 才掏出手机来。 边录视频, 边冷笑不已。 好样的周文, 说什么我配不上你, 原来是看上人家张营的背景了呀。 很好。 我特意回了我家别墅一趟, 我爸妈去外地看酒庄了, 不在家, 我在客厅做了好一会, 管家刘叔才匆匆跑来。 大, 大小姐, 您怎么今天回来了? 我好笑道, 怎么了刘叔, 现在我回家一趟, 还需要汇报了吗? 当, 当然不是。 刘叔慌忙否认, 神情闪过一丝不自然, 只是今天王嫂他们刚好都休假了, 现在通知他们回来, 怕是做饭就晚了, 我摆了白手, 没事, 我回来收拾点东西就走。 哦, 刘叔今天话好像特别少。 我壮若无意地问道, 对了刘叔, 听说您最近结婚了, 但阿姨的女儿, 有些不太同意您和他妈在一起吗? 提到这个, 刘叔还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嗨, 年轻人嘛, 一时接受不了, 后面就好了。 要不要我帮您给阿姨的女儿说说, 我们年纪相仿, 兴许话题还多一些。 刘叔忙摆了白手, 没事, 这些事怎么好来麻烦大小姐您呢? 不麻烦, 我最近也没工作, 时间很多, 我好心道。 可刘叔似乎很不想麻烦我, 连连说不用了, 我也不再勉强。 眼看他似乎有事要忙, 在他走之前, 我又无意地提了一句, 刘叔, 只要阿姨同意, 慢慢来就好了。 若是为了孩子同意, 做些违背初心的事, 你说, 这样是不是就不值得了? 刘叔脚步一顿, 笑容也有些僵硬起来, 这是自然了, 大小姐。 眼见刘叔不欲再多说什么, 我也没再强留他。 正准备上楼, 路过厨房时, 我脚步一顿, 只见厨房里此时正摆满了食材, 很多甚至已经处理好了。 不是说今晚做饭的阿姨不在吗? 那这是, 我直觉有些不对劲, 忙出门找了两圈, 最后在后花园看见了刘叔的身影, 我猫着腰悄悄贴近, 听见刘叔正在跟谁打着电话。 今晚不行了, 大小姐回来了, 盈盈你带人去其他地方吃饭吧。 盈盈, 想必就是张盈了。 我忙凑近了一些, 只听电话对面张盈似乎抱怨了好几句, 刘叔则继续哄道, 盈盈, 怪叔叔事情没办好, 这样, 我先发你些钱, 你带着人出门找个好管子可好。 电话那头又说了些什么, 刘叔才又道, 好, 我马上转给你, 只是盈盈, 开除实习生这个事, 我实在不好跟董事长提, 毕竟是公司的事, 还有, 子公司的总裁是董事长的人, 他是见过大小姐的, 你最好也别和他碰上了。 嗯嗯, 好, 我这就转钱给你, 眼见刘叔正要挂电话, 我又默默退了出去。 这下我算是明白了, 原来张盈在子公司 作威作福的事, 刘叔也是知情的, 但他还是选择继续帮助张盈。 我忍不住叹了口气, 刘叔在我家做了多年, 我们家都很信任他, 没想到这次他帮助张盈假扮我的身份时, 却一点也没记得我们家对他的恩情。 在房间耽搁了好一会, 下楼时, 见厨房里的东西, 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了。 离开前, 我特意将我的粉色法拉利车钥匙给刘叔, 让他帮我送去保养一下。 这样讨好张盈的机会, 我不信刘叔不会抓住, 果然第二天, 不出意外地在朋友圈看到了张盈晒的开车照。 自从张盈被高层警告, 别把情绪带到工作中来后, 公司分发给她的业务资源已经被降了好几级。 一时之间, 张盈是不是董事长女儿的话题被热议起来, 毕竟她弱势, 公司不会这么不给她面子。 很快, 有同事又在实习生群里发了消息, 快看张盈的聊天截图, 原来她不是董事长女儿, 不过身份也不差, 应该是董事长世交的女儿。 点开图片, 就见有人发了和张盈的聊天截图, 两人的对话里, 张盈解释了自己的身份是我爸好友的女儿。 同时, 像是为了打消众人对她白富美身份的猜测, 她还邀请了公司不少人, 去参加她在金云楼举办的生日宴。 能在金云楼办宴席, 张盈家肯定也很有钱。 同事们惊讶地猜测着张盈的身份, 还有不少人凑到张盈面前奉承起来, 要不是张经理, 我们恐怕连进去的资格都没有。 是啊是啊, 这辈子能进金云楼, 真是想想都无憾了。 听说里面的菜品, 都是马老板亲自邀请名厨做的, 这次真的是有口福了。 张盈娇笑着接受众人的奉承, 许是畅想着怎么在宴会上大杀四方, 接下来几天, 张盈都没怎么来找我的麻烦。 周文倒是来找我了, 他特意将我拉到楼梯间。 林妍, 你确定不去跟张盈道歉? 不去。 我漫不经心地回道, 垂下眼, 闲雾地甩了甩被他拉过的袖口。 周文没看见我的动作, 还在苦口婆心地说着, 林妍, 你怎么还是这么幼稚呢? 你就不能为了我们的将来忍让一下吗? 忍让? 我笑了, 忍让就能忍让到床上去了。 我话刚说完, 周文脸色一僵。 他紧张地朝身后看了一眼, 你, 你在说什么? 我吃笑了一声, 周文, 别装了, 你和张盈做了什么, 你自己不清楚吗? 你整天说我配不上你, 不就是早就勾搭上张盈了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周文还在狡辩, 我也没多说什么, 静止掏出了手机。 看见视频中的两个主人公清晰而熟悉的脸, 周文的脸色终于变了。 周文, 你为了所谓的前程自甘堕落, 你可没资格来教育我。 我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冷冷落下这句话就打算离开。 你懂什么? 周文突然情绪激动起来, 在这里你没身份没背景, 谁会在乎你有没有实力? 你若是不和领导处好关系, 即使你过了实习期, 后面你也在男友出头之日。 再说了, 若不是我, 你早就被张迎开除了, 我不只是为了我一个人, 我还不是为了你。 周文神情激动, 往日那个冷静客观的模样, 仿佛和他不是同一个人。 我的心底越发冷淡起来, 周文, 你以前也是这么爬上学生会主席的吗? 我话说完, 周文表情未变, 身形却颤了颤。 我了然, 默默叹了口气, 可是周文, 后来, 你真的得到什么了吗? 周文沉默不语, 我也不想再跟他说些什么, 转过身就走了。 这一次, 周文没再拦着我。 宴会当天, 张迎穿着一袭白色公主裙, 从那辆骚包的粉色法拉利上下来, 像一团炸开的纸巾。 身边同事此起彼伏的低呼声响起, 显然是被这毫无人性的一幕给惊艳住了。 我的视线却落到他脖子和裙子上。 平日里张迎打着低调的旗号, 穿着打扮不是大牌, 也没人怀疑他的身份。 这一次参加宴会他若还是普通品牌的话, 就实在让人怀疑了。 为了充面子, 他肯定是要让刘叔帮他的。 而这个时候, 刘叔能够帮他找到的华丽 又彰显身份的晚礼服和珠宝, 自然只有我的卧室了。 宴会开始后, 张迎像知孔雀似的全场转悠, 周文一直跟在他身旁, 指中途意味不明地看了我几眼。 我和周文的恋情没隐瞒过, 部门中不少知情的人 纷纷向我投来视线, 偶尔伴随着窃窃私语。 我没在意, 只悠然自得地吃着糕点。 金云楼的糕点的确不错, 从小我就爱吃其中不少糕点, 还是马叔叔参考了我的意见做出来的呢? 这次要不是我答应给马叔叔再研究一个新品出来, 他还不会这么轻易答应接手张迎这场宴席呢? 说实话, 我本以为张迎不会邀请我, 没想到他还特意给我递了份请柬。 我不信他会这么毫无芥蒂地邀请我。 定然是有什么阴谋的。 果不其然, 很快我就看到张迎找借口支开周纹, 提着裙摆悄悄一个人去了宴厅外面。 我默默跟了上去, 怎么样, 可以开始了吗? 一个穿着卫衣的男子左右看了看, 小声对张迎问道, 别急, 马上就好了, 你先去房间待着。 张迎不耐烦地说了一句, 很快, 两人从手中换过什么东西, 便悄悄分散开。 我继续引着身子跟张迎回到宴厅, 眼见他悄悄将手中的东西倒进一个酒杯中。 我去了洗手间, 将刚才偷拍到的魏依南的照片发给我的小叔, 也就是子公司的总裁。 自从打算和张迎撕破脸后, 我就找到了他, 让他帮我瞒着我爸妈, 之前张迎想要让公司开除我, 也是他拦了下来。 小叔很快将魏依南的信息发了过来, 我点开一看, 顿时明白了张迎想要做什么。 让他的混混前男友悄悄来艳听, 又给酒里下了什么东西, 远远看见张迎领着周文, 端着酒杯朝我面前走来, 我心底笑得越发冷起来。 怎么样, 有的人怕是第一次来这样的地方吧? 难得吃上一回, 能多吃点就多吃点吧, 毕竟这样的机会以后可不多了。 张迎一手挽着周文, 一手端着杯红酒, 不懈地冲着我笑。 周文看了看我, 最终还是张了口, 林言, 我敬你一杯, 以后我们就乔归乔路归路吧。 说着, 他将手中的红酒递给我。 我盯着酒杯, 看了一会, 轻笑起来, 周文, 你确定要我喝这杯酒? 周文面色闪过一丝僵硬, 但还是坚持将酒递给我。 我看着他的神色, 明白过来, 原来他是知道的。 心里不知是叹息, 还是遗憾。 我叹了口气, 伸手接过酒杯。 眼见张迎面上一喜, 紧紧看着我手中的酒杯, 我才慢悠悠道, 周文, 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那我就祝你和张经理天长地久吧。 接着, 我举起酒杯, 在两人的视线中, 手一歪, 一杯红酒, 全洒在了张迎的白色裙摆上。 啊! 张迎间叫了一声, 视线从空酒杯落到一片狼藉的裙摆上, 表情有些失控。 林妍, 你做什么? 你知道这件裙子多少钱吗? 你赔得起吗? 我没理他, 只将视线落到他的裙子上, 心里叹道, 可惜这条裙子了。 不过, 想想之后张迎能赔得多惨, 心里又好受了不少。 眼见我无动于衷, 张迎叫嚷得越发厉害, 只是她还没来得及做些什么, 门口便有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走了进来。 谁是张迎? 其中一个警察询问着,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没人回答, 但所有人都不约而同, 将目光看向张迎。 张迎发火被打断, 气冲冲转过头去, 却在看清来人那刻, 瞬间僵住。 周文脸色也有些僵硬起来, 两个警官很快朝张迎走来, 你是张迎是吧? 现在请跟我们走一趟, 有人报警关于你入室盗窃, 侵占他人财产一事, 请跟我们走一趟。 此话一出, 现场人皆是一惊。 张迎和周文对视一眼, 张迎神色变了变, 故作镇定道, 什么盗窃? 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你们有什么事去找我的管家, 让他协助你们调查。 两个警察不为所动, 而是再次念了一遍, 不好意思张女士, 此次财产涉及一些名牌服饰珠宝, 以及一辆法拉利跑车, 因价格昂贵, 且报警人的证据确凿, 还需要你本人配合我们调查一下。 什么? 那车不是张迎的? 不会吧? 不会吧? 会不会是搞错了呀? 张迎不是白富美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众人小声议论起来, 张迎顿时有些慌张起来, 天他还支支吾吾地想要否认, 这,这些东西都是我的, 谁报的警? 你们去找我的管家, 他配合你们处理。 正纠缠着, 又见金云楼的负责人带着保安走了进来, 保安压着一个人, 而那人还在叫嚣着, 我什么都没做, 你们凭什么抓我? 我说过, 是有人请我来的。 带走到我面前, 金云楼负责人居了一宫才开口道, 林小姐, 这个人刚才鬼鬼祟祟溜进了金云楼的包间, 老板交代说让您看着处置, 人给您带来了。 我点点头, 朝两个警察那是意道, 既然警察同志已经来了, 那就交给他们处置吧。 说完, 瞥了张颖和周文一眼, 见两人正不解又慌乱地看着这一切。 还没来得及出声询问我, 刘叔就擦着汗往这里跑来。 走近时, 突然看见站在张颖身旁的我, 他脚步猛地停住, 脸色立马, 变得煞白。 张颖也看见了他, 没注意到他的神色有什么不对, 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慌忙喊道, 刘叔, 你快来跟他们解释解释,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小街, 张颖没注意到刘叔的视线, 还以为刘叔在叫他, 继续喊道, 刘叔, 你快同警官解释一下, 他们说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叔艰难地看了他一眼, 最终还是走到了我的面前, 想必他已经知道是我抱得紧了。 大小街, 我, 刘叔低垂着头, 不知道怎么跟我解释。 我淡淡看了他一眼, 又看了看惊恶的张颖一眼, 轻笑道, 刘叔, 这件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你不用向我求情, 直接向警察交代吧。 刘叔的脸上时间又灰白成一片, 事情查清楚了, 是张颖在公司奈何不了我, 于是联系了他的混混前男友, 想要在宴会上用佳料的酒让我服软, 从而让他前男友羞辱我, 让我明白得罪他的代价。 周文因为被我拆穿了借张颖上位的事, 于是默认了张颖的做法。 虽然没有成功, 但这恶劣的行径, 足够几人在警局喝一段时间查了。 当然, 等待张颖的, 除了开除, 还有巨额的赔偿, 他通过刘叔盗取了我的礼服, 珠宝和车这些, 就足够他赔一壶了, 更何况还有我的名誉损失费。 总之, 刘叔这次是被张颖坑惨了, 当然, 这也是他自己选择的代价。 张颖妈妈来找我求情, 我没见他, 一是我不会选择原谅, 这次的所有事情, 必须要让张颖为自己买单。 二是我正在让人将我的粉色法拉利给卖了。 说实话, 我当时还真接受不了这个骚包的颜色, 要不是我爸一番好意, 我根本不会收。 如今脱了张颖的福, 总算有借口, 处理掉了。 处理完车子, 我回了烫家。 回家时, 我爸正被我妈撵着打, 你说说你一天有什么用, 养了家贼欺负自家女儿就算了, 还被偷家了, 你可真是厉害呀。 老婆我错了, 我哪知道啊, 我就是让人安排盗子公司, 谁知他怎么顶了女儿的头衔啊。 说起来还是得怪小弟, 他没管好子公司就算了, 还帮着严严瞒着我们, 你还怪他, 人不是你找去的。 哎哟, 老婆, 快住手, 别打了。 我踏进门的一只脚又默默收了回来, 我心里默默给我爸点了一根烟, 对不住了爸, 我就不来帮你分担我妈的怒火了。 再次回到子公司, 我的身份已经隐瞒不住了, 平日里不怎么和我来往的同事, 纷纷凑过来跟我打招呼。 我礼貌应付了他们过后, 说话做事还是一如从前, 渐渐又恢复到之前的相处模式。 一些和我关系还不错的同事, 开始还有些不习惯, 不怎么敢和我过多接触, 最后也放开了顾忌, 还同我调侃说, 感谢我之前帮他们转移了张莹的怒火。 总之, 在子公司的生活除了没了周文和张莹, 又恢复了平静。 张莹他们的事我没再管。 反正由我父母安排的律师接手, 我也懒得再看他们的嘴脸。 我忙忙碌碌在子公司学东西, 等再次见到周文, 已经是几个月后。 我刚下楼, 他就拦住了我, 此时的他已经没了曾经意气风发的模样, 我看了好一会才认出他来。 林妍, 我们聊聊吧。 我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我和他坐在一家咖啡厅里, 就像曾经我们还在一起时的无数傍晚, 只是现在, 我们已是末路。 一个背着包的男生走过桌边, 一手拿着笔记本, 一手抓着手机接电话。 好好好, 徐老师, PPT我马上就做好发给你。 说完, 他羞得一屁股落了座, 旁若无人地开始打字。 收回视线时, 周文自嘲地笑了一声, 林妍, 你知道吗? 我曾无数次也像他那样, 充满信心, 永远有活力。 可最后呢, 我得到的是什么? 是没付出的人得到了项目, 没能力的人拿到了奖金, 而做了最多事的我, 最后得到的评价却只有不够变通。 我也不想变啊, 可若是不变, 我根本没有机会, 我只有去适应他们的喜恶, 去加入他们的团体, 我才能被看见, 才能得到我该得到的东西。 你说, 我有错吗? 周文看着我的眼神有些固执, 明明他已经知道了答案, 偏偏还想要从我这得到肯定, 可我注定不会如他所愿。 周文, 当你每次都选择 为了他们降低自己的底线, 一次次降低, 你终将什么也得不到, 也终将失去的更多。 你从小就含着金汤匙长大, 你怎么会明白我的不容易? 周文红着眼, 执拗地看着我。 我摇了摇头, 没再说什么, 起身离开。 每个人都面临选择, 你做了怎样的选择, 就必须付出怎样的代价。 好与坏, 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好了, 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